今天我被同学打了 你告诉老师了吗 告诉了 老师怎么处理的 老师批评他了 还让他跟我道歉了 那你接受他的道歉了吗 接受了 可我还是觉得很委屈 为什么 因为他打了我 只跟我说句道歉而已 那你怎么才能不委屈呢 我也要打他一顿 你现在打他一顿 你就不委屈了 是的 宝贝 还手只能当场还手 既然选择了告诉老师 你就把处理这件事的权利 交给了老师 老师让他道歉 他道歉了 你就只能原谅他 然后你以后每次想起这件事 都会很委屈 不论过了多久 只要想到这件事 就像有人又给了你一拳 妈妈的建议是 以后面对暴力 绝不要屈从 告诉老师是对的 但在告诉老师之前 也一定要学会反击 反击代表了你的态度 告诉他你不是好欺负的 告诉老师 则是你的解决办法 我们是来学习的 不是来因为一点矛盾 纠缠不休的 知道了吗宝贝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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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